辽宁自贸区大连片区不动产登记部门 为一家企业颁发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预告登记证明 这是我省首例以预告登记方式实施土地二级市场用地转让 大连恒田精密版金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 计划购买另一企业名下的一处工业地块进行开发建设 但因该地块原所有权人未按合同约定完成建设 也没有后续开发计划 按照政策无法进行土地转让 了解这一情况后 辽宁自贸区大连片区规划建设局 研究制定了为企业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预告登记的实施方案 预告登记是指对未完成开发投资总额25%的建设用地转让 先办理不动产预告登记 由接手企业对地块进行开发建设 达到土地转让要求后再办理手续 在企业提出登记申请提交相应资料后 有关部门在一个工作日内就办结了转让预告登记业务 本台报道